微瘡夹葬线切除手术 是以全身麻醉方式进行 医生会先在患者的液下 切开一个1.5厘米的小孔 并在乳云围致 切开三个直径为0.5厘米的小孔 然后将微瘡手术仪器 慢慢地支入体内 由侧面可以观察到 手术仪器是穿过乳腺和皮肤之间 所以不会触及到乳房组织 现在医生会利用支入的超声波刀 切走半个甲状线 并将半个甲状线慢慢由液下取出 之后 仪器会由液下和乳云的小孔 慢慢离开 因为液下位置比较隐蔽 加上乳云的位置预合得较快 所以患者在手术之后 不会留有明显的疤痕 微瘡甲状线切除手术 住院时间只需要3至5日 手术伤口小至1.5厘米 疤痕收藏在救引币的位置 不会在颈部出现 相对于传统外科手术 微瘡甲状线切除手术 不会留下外眼的疤痕 感谢观看